若有香港的电讯公司期望苹果不断出新产品 所以下星期便来了 新的那位曾经总裁第一次粉蜜登场 10月4日他已经说了 Let's Talk iPhone是10月4日 是星期二 有很多人要看表演 怎样看这件事 第一件事 你知道基本上他的演说 比起奥巴马总统更加重要 比起白蓝黑大家都不会看 绝对是 苹果还是要帮美国解决国贷 买起美国贷 正常的 苹果的现金楼 绝对可以买起美国政府 解决了你现在的问题 我没有问题就是 我没有问题 股民就很痛苦 既然又出新东西 你有没有期望 有没有那么好炒 刚才说了 我们也要帮股民解困 就是不炒股票 炒iPhone5行不行 还是这次炒iPhone5 和炒股票一样 这么容易选手 我觉得你炒股票一定有得炒股票 我估计 当然你不怕辛苦 但是比较iPhone4 我自己觉得未必一定会像上次那样好 刚才你提到一两个原因 内地是我们最大的炒股票之后 就是那个终极市场 下的股票也是订了上去 那边也开始有个期望 就是今次那些股票 可能那个价钱会跌得快一点 因为你快一点就会有联通 或者移动也会有得买 所以有些人又未必会 未必有那么多人去买 还有刚才说 iPhone4那里 很多用户 大部分用户都是新用户 你又要找一些再新的用户 又未转 或者有很多人去 iPhone4又要转5 即是难一点 加上其实很多人都 譬如iPhone4出了之后这段时间 尤其是三星最近出的那只相机 Galaxy S2 很多人用过 我都没有 因为我全部都是用上一代产品 我用Galaxy也是用上一代 iPhone也是用3G S 我不会立刻转 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觉得那部相机用了一年都不够 转了 我又觉得是为战斗 不是 我不是 我会很环保 第一件事 给妈妈 我不用 我不用的时候 我会被人笑 我会被Francis笑 因为Francis永远转得快 是很重要的 他为何转得那么快 我有多点性力 你知道金融界的人 可能他不转的时候 又被潮同 哪个潮同 Kenny Tan等星 你知道邓星轻很潮 出到第二天已经有 Francis要转得快 其实我们在IT也有很多很潮的人 不过我需要定力一点 我又要转 如果不是真的不行了 所以我要转的时候 我就不会浪费那部机 到我妈妈就由iPhone3 变到iPhone4 我又转机 我没有买iPad2 我打算出3 我隔一袋就差不多了 但是说回很多人用Galaxy S2 很多我的朋友用 每个人都说比iPhone更好 他们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竞争已经开始在市场上 有多了人买其他牌子的手机 明年说三星其他一部手机 比较誇张 整个螢幕扭 其实是好的 因为有多竞争 苹果始终他的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产品 一代只有一件 别人就与他专与玩不同 Samsung没有人数到它有多少部机器 多些选择其实也好 再加上多一部机器不重要 最惨是要有个SIM卡 然后要多个计划 每个月要付月费电讯公司 说回电讯公司是开心的 但你慢慢就肉赤 现在很多人已经一部电话 还要有多一部Tab或Pad 他拿着一部平板电脑 其实有些人说不如我省点 我用平板电脑把电话说 我觉得人的荷包中有限 还有人数也有限 你能拿多少部机器 所以我觉得有一部份人 可能转了用Pad或Tab 就未必转手机 所以我觉得今次 跟iPhone4出现时 情况已经有点不同 已经有点不同 也会很热烈的 但你说会不会去到 即是有得炒 也有的 但我不知道上次去赚多少成 今次会不会赚多少倍 即大家小心点 今次会少点 如果你全身去做 学又不回 工又不回 也要考虑一下 不如去那一幕 他在做的 下次将会不回 更多人 聊天 在电话 管理 他 跟这一幕